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程天 我能说这实话吗 你不用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知道就好 所以啊 霓裳要选谁 有什么是我总有的 你们都以为我对霓裳存了心思是吧 我其实 我其实只是不希望她被坏男人骗 我希望她好 真的 我没你们想那么自私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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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啊 就算是你也是一样 要是有男人死皮来脸地缠着你 我也会生气 真的 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说 你觉得霓裳好 还是我好 我说您干吗 老拿自己狗跟霓裳比呢 你跟她比什么呀 比她吃得多 比她长得胖 还是比她打葫芦打得像 成天 这我的天 我这也在说 我这我的天 你们算了再来啊 王爷 你要不还是别忙了吧 让人家看见 堂堂一个王爷在这念针打蟹 会笑话你的 这有什么可笑话的 我啊 认识一个亲王 在家都亲自给她分书头的 还有 听你称呼王爷好生见晚 以后换我子鱼就行了 少爷 您别喝了 少爷 大老爷去世 和您真的没有关系 少爷您要节哀啊 大少爷 您不能再喝了 您都喝一天了 我能找你管我呢 您再这么喝下去 身子会垮的 垮就垮了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爹是我爱死的 我大逆不逃 大少爷 我不敢是谁爱死的 大少爷 大少爷 让他喝 少爷 大少爷 这不行的 二老爷说过了 不能让大少爷再喝了 你去回二叔 就说他已经睡了 可是 放心 有我在你 表哥不会有事的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不 不 少爷 我来陪你喝 我来陪你喝 你添什么乱 你回你房间待着去 就许你接酒消愁 不许我对酒自联盟 大波走了 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 你有没有想到 我心里比你更难过 您有什么好难过的 您有什么好难过的 您要是觉得苏家族 对不起您 您早就该回淮州了 你不用口口声声 捏我走 该我走的时候 我自然会走 而现在 我不得不留下来 这份虚火 你回去吧 你看看 整个苏家里 没有一个好人 你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不喜欢你 我也不会娶你 你留在这里 只会耽误你自己 你知道吗 我不是为了你 才留下来的 我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的自尊和体面 苏文宇 我告诉你 我颜文秀不是一块抹布 你想往哪儿扔就往哪儿扔 大波去世那日 让你娶我 所有人都听见了 可我并没有答应 我答应你 所以我比你更齐骨难下 因为不想让大波 在尸骨未寒的时候 就违背他老人家的在天之路 这个价 我会继续留下来 谁也赶不走 你若想继续借酒消愁 没人会拦你 只是你不要忘了 方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也会尽力帮助老叔 将方氏一举激光 绝不会心慈手忍 你尽管焉我 怨恨我 我都不在乎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 我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苏家 好 来 菜饼和椅子都快一点 不平了 来 往那边去 来 来来 这儿摆这儿 这儿摆这儿 都利弄点啊 利弄点 小陆 干吗呀 哥 怎么了 你说 今天王爷的义中人真的回来吗 那说我说 那姑娘跟寻常女子都一样 主意躲着呢 寻常 有什么不寻常的 真不一样 特别 没有偷懒啊 王爷 聊谁家姑娘呢 谁也没说 王爷 您看 谁来了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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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лучае 二 再来 是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爷 回去取了东西 来迟了 无需解释 你来了就好 这是我给你做的冬衣 幸好赶在生辰前完成了 你若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尽管找外来修改 多谢霓裳姑娘的苦心 在下定早日穿起 这 进去再看吧 别让大夫 照片子 我撒断了 于是 在外面 尽管 Isso 还是 10 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是我们敬你才对 那我们就祝王爷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金章 对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金章 好 王爷 多谢各位 今日大家不必客气 多喝一些 我已经令人将府上的厢房都收拾好了 大家尽管住下 那 今日我们就可以不醉不归了 当然没问题了 不好吧 还是王爷想的周到 那舅舅舅妈您会吃吧 那 您也吃吧 请用吧 好 您多吃点 好好吃 好 您您还有个比赛 您都有 您有热心的 您过来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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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先下去吧 这都日上三竿了 你不醉你的酒去 跑来胡闹什么呀 我有话想对二叔说 有什么话说吧 二叔 我父亲已逝 我作为苏家唯一的儿子 应当掌管起苏家的家业来了 还真是可喜可贺呀 你能这么想 你父亲在天之灵 也算是倍感安慰 但是我去了几间铺子 掌柜的都把我打发了出来 说没有二叔您的指令 我不能动账本 也不能过问店内的事 我想问问二叔 这是什么缘由 文宇 你是不是对二叔有什么误会 你是苏家唯一的儿子 掌管着苏家的产业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二叔怎么可能不让你管呢 只不过是前段时间 你父亲突然离世 你是无比的心痛啊 所以二叔不想让你过度劳累 就交代了他们 让你歇一歇 铺子的事 不接 不 二叔 我不想再沉沦下去了 好啊 那二合口的铺子 现在正好有一批布匹要上岸 你去清点清点 把把关吧 可那是采货都办的事啊 对啊 我就是让你去做都办 有你在可以坐镇 他们不敢乱来 但是城里的那些 城里的铺子 有那些老伙计 你操什么心哪 再说现在二叔又不糊涂 还能帮你操持几个 那下去吧 混账东西 毛儿还没长气 想跟老子躲去啊 什么 让大少爷去都办 是啊 以前大老爷在的时候 大少爷还能偶尔看管几处商铺 如今大老爷不在了 二老爷他 二叔无儿无女 将来还不都是文宇哥哥的 他这又是何必呢 还不是怕大少爷不听话 将来不好控制呗 你先下去吧 诺 来 各位要好啊 四天开啊 我超市 立下来 你输了 你应该带你去吃 我去吃了 我去吃了 你来 来来来 我不伤脸吧 不伤 这些年 你跟着我 委屈你了 我不委屈 我不委屈 一辗 张公子 中巴喝多了 你们聊 我带中巴回去休息 你们聊 你们慢点啊 好 好 错了啊 咱们回去休息 来 一二 走 怎么走呢 没想到 你别要笑 你为人不穿 我给你做的东西啊 你也没让我穿 那现在就穿 你小心啊 我 伸手 这边 好看 好看 你坐下 是 你还要干吗 啊 你的眼睛裏面有我誒 你眼睛裏有我誒 你好 霓儿姐姐 你好美呀 你真好看 是吗 包子 包子 你很想吃包子吗 包子 王爷 包子热好了 放这里就行了 正巧厨房准备了包子 你要的包子来了 快吃吧 包子 你烫到啊 包子 你不爱吃包子啊 其实我还挺喜欢吃包子的 其实我还挺喜欢吃包子的 但是 这个太大了 你 小胡说嘛 这种小包子啊 看看你吃得满嘴肉饰 还跟小时候一样 好 包子 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霓裳 你以后可能乖乖听我的话 我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那你叫什么 包子 wonderful 算了 不记得也好 记得越多 痛苦也就越多 没关系 我自己记得就好了 我记得 月亮记得 好大的包子啊 走 姐带你吃包子去 不是 包子不是在这儿吗 天上哪有包子啊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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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不 不 你 你怎么醒来了 听说你被调到二河口 做督拜了 督拜每天干的事情 便是验货 点数 入库 文宇哥哥也不嫌枯燥的话 如果你是来讽刺我的 还请你赶快出去 如果我说 我有法子 让二叔将分号 继续交给你掌管呢 你有何法子 你怎么知道 不小心在门外 听了一耳朵 颜文秀 你放心 于苏家不利的事 我半个字都不会透露 你不是站在二叔那边吗 你为什么来帮我 苏家的家业 是大伯打拼下来的 二叔空手夺权不收 大伯尸骨未寒 他便要架空 文秀实在是看不下去 二叔为人如此 文秀将来如何被他算计 也未尝可致 况且 我迟早是要嫁给你的 二叔这么对你 就是在对付我 我这样说 对吧 我什么时候说过 你尽管可以不认 反正 我就是要成为你的妻子 与自己未来丈夫相比 别人对文秀而言 又算得了什么呢 因此啊 你只需要听我的话 去找他摊牌 成语不成 就要看你自己的吗 瞧你啊 睡得一头很 别人 你 你说什么 你赶紧老子再说一遍 如果二叔不把苏家的分号交给我 我就把苏家当年劫杀的事说出去 别说一遍 反正我父亲已经走了 我苏文宇无所顾忌 二叔 我并不贪婚 我只想掌管好 由我父亲亲手打拼出来的家业而已 好啊 真是好啊 不愧是我调教出来的好侄子 好 侄儿该进的孝大 一样都不会少 二叔对侄儿的栽培之人 也从未忘记 滚 滚 滚 那我明日就让萧管家领证 去各大分号交代一下 侄儿告退 快来 快来 快看 大包子 咱们飞上去 把它吃了吧 嘿 嘿 去 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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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做啦 在那里 都没做啦 是不是 都没做啦 我 把我 都没做啦 但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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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烦扰王爷了 霓裳姑娘不必客气 哇 天儿 你你 你昨天喝醋 你才喝醋呢 真的你听我说 我还说什么呀 真不漂亮 你看看俩 还能那些喝呀 没事 妈没事 我跟你说 你去赶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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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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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 去吧 怕你 我太喜欢王府这园子了 霓裳呢 他们那说什么呢 让我看 就当没看见 就当没看见啊 多谢王爷 后悔我期 不须客气 来日方长 王爷 来 来 来 王爷 多谢您的款待 方氅一家 就此告辞了 慢走 多谢王爷 你们两个 也要跟着一起走吗 混技 走了 王爷 咱回去吧 回去吧 霓裳 你说怎么办啊 因为行徒会的人压价 咱们家的老主顾 都不肯原价找我们做衣裳了 可不维持原价 咱们就会赔本啊 极有什么用 这样吧 咱俩分头 等会儿我去前面 陈园外府上问问 你往西边赵老爷家去 有什么用啊 咱们家的价钱 别别加贵一半 他们肯下单才怪呢 不是 是怎么知道 走吧 没用的 走吧 你往那儿 去 看这小玩意儿嘞 看一看 跟老子玩派 你也敢耍诈 我腻了吧你 信不信我弄死你 我没有耍诈 大爷 把钱给我拿出来 我都输光了 没钱了 别别别 没有了 我 还说没有 我忍不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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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 你快去 找我死啊 滚 你们快去 你看你看看 丫头 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赶走 这位大哥 刚才在这打人那位爷 您可认识 他叫什么 住哪儿 我们哪知道他住哪儿啊 那位爷我们可惹不起 身手好得很 就是每日醉酒 喜欢耍钱 怎么 你认识他 我不认识 快走吧 这不是你带的地儿 赶走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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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有眼 让我遇到杀人凶手 爹 娘 姐姐 你而终于能帮你们查清真相 晨渊得雪了 来 慢走啊 走了走了 我们先这家看着啊 来 过来 来壶茶 老板 刚才打人的那个人 您认识吗 那位爷经常去赌方啊 来 饮点茶 是啊 是 掌柜的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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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包子是刚出笼的吗 都是刚出笼的 都热乎着呢 哦 行 那这个素的热的 各给我们来一楼 哎 好 大爷 滚 今天手机被别惹我 看来又要找那老东西 要点银子花 好 记得待会儿给我们送火装去 啊 记住啊 好嘞好嘞 您放心吧 您放心啊 您慢点 大哥 刚才那个打人的大爷还在里头吗 哎呀早就走了 好 马灰影响走了 走 那儿吗 嗯 怎么又是你小子 你又要去找我二叔要银子 关你什么事 这个是我跟那老东西之间的账 你以后不要再找我家人了 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行啊 小爷我正好今天缺几个银子 大少爷 你给借几个呗 你敲诈勒索 这可不是君子所为 小爷我才不是什么君子 我今天输了钱心情不好 只想得赶紧给我滚 只要你肯离开京城 我愿意给你盘查安家费 小爷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什么时候轮到你这小兔崽子安排了 做人有假信吗 不忘了行踪 不牵扯到主公 是你们这好多规矩 你不断不假信吗 还反过来敲诈六所雇主 好 规矩 马子大哥的命就丢在你家老东西手上 跟我讲规矩 有本事保管啊 你看他敢不敢 不错呀 省得往你家跑一趟啊 大少爷 多谢了 这个老不死的 今儿非得狠狠敲他一笔不可 每一次都不打照面 让手下给几个碎银子 可算等到你了 大发叫花子呢 呸 别动 别动 小心我一箭子戳下去 别别别别 小姑娘 你看我们无缘无仇的 何必如此大动尴尬 对了 我身上有几个碎银子 不嫌弃的话拿去 谁要你的臭钱 我只问你一件事 若不如实相告 我这箭子可不长眼睛 你有什么想问他 你先管呗 当年你和你哥哥 截杀谢灵府一家 究竟是被谁指使的 谢灵府 你是谁 你管我是谁 快说 这个时间太过久远了 我不记得了 怎么可能 这么大的事 怎么可能说忘九亡 你希望曾变 不会是谢小姑娘 正愁当年的事情 没有做干净呢 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几岛 你叫我逆位了 来找老子麻烦 咋我 你去死吧你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我去死吧 你去死吧 我去死吧 你去死吧 给我去死吧 看头啊 老子弄死你 你放开我 你到底是谁啊 王爷 怎么会是你啊 我真没想到 你竟如此大胆 你跟他有什么过节 来吧 去死吧 来吧 你带他来吧 感谢观看